半夜千万不要照镜子 不然就会变成这样 或者是这样 害怕的赶紧点赞关注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这天半夜她在舞蹈室训练 突然灯光不停闪烁 要是一般人早跑了 而小美可不是一般人 竟然还在努力的练习着 可突然她感觉镜子里的自己有问题 好像比自己慢了半盘 她对着镜子晃动下双手 但是并没有出现问题 难道自己眼花了 可下一秒 女人吓坏了想要离开这里 可好奇心战胜恐惧 她竟然又回到镜子面前 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时镜中人抬起胳膊 做出跳舞的姿势 小美健壮 轻松的做出刚才动作 镜子里的自己非常兴奋 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随后做出一套高难度动作 明显非常不规范 很快小美放松警惕 难道镜子里的人想要学舞蹈吗 于是极心表演了一下 镜中人十分努力 可好像身体不协调 不管小美演示多少遍 镜中人就是做的不对 终于练了一年后 镜中人彻底生气 把脚狠狠跺在地上 这时女人害怕坏了 忍着剧痛拼命向前爬 她想打电话求救 没想到镜中人十分友善 咔嚓咔嚓掰断手指 疼得女人嗷嗷直叫 但小美为了活下去 竟然靠毅力站起身 让她没想到的是 更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镜中人用双手包住脑袋 这下BBQ了 小美开心的领了合法 只剩镜中人在自由的舞蹈 看完这个故事 你还敢半夜照镜子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 你见过反弹超能力吗 用电钻钻在膝盖上 诡异的是她根本不疼 另一个男孩却躺在地上 等她拔住电钻 钻到另一条腿上 啵啵乐吓坏了 劝她赶紧停下 更诡异的是 电钻直接挂在她的腿上 一圈圈的不断旋转 吓得我点了三合关注 就在遥远的刚刚 只好不小心夹伤了手 可奇怪的是 伤口经以右眼可见的速度 慢慢的快速愈合 我的天呀 这也太神奇了吧 她把这事告诉了母亲 显然母亲根本不信 于是尝试着掐她一下 可疼痛却反噬到母亲身上 此时母亲的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随后母亲有个好主意 让男孩把手放在火焰上 隔着屏幕都闻见烤肉味了 母亲馋的直流口水 可小伙咋地没咋地 这超能力也太帅了 其实陈好患有意识症 买泡面从来也不吃 而是结完账后 一脸满足的吃着标签 哎呀妈呀 还有股鸡肉味 上学前再来上两口 顿时神清气爽 妈妈给买的小零食 从来只是吃购物小票 课间补充能量 竟然是吃掉橡皮上的铅笔 尽管惹来别人的嘲笑 他还会偷吃同学的内裤 由于从小吃这些健康食品 长得骨瘦如柴 时常受到同学的关照 甚至当着女神的面 把他塞进垃圾桶里 很快小伙便卧疮不起 可专家诊断后 告诉女人这个号已经废了 不如跟我练个小号吧 于是专家被赶了出去 可母亲并不死心 这天他看见一个神棍 把手放在老人的膝盖上 紧过了3.14秒 竟然治好了老人的残疾 于是花光所有积蓄 把这位高人请到家里 他让小伙躺在床上 刚把手放上去 可下一秒 此时老头蛮脸头红 还不断地咳嗽 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那汗水顺着裤子哗哗地往下躺 最后直接倒在地上 领了香喷喷的盒饭 神奇的是小伙瞬间好了 更神奇的是 咽头烫伤也不见了 而且身体变得健康 这天他遇到小混混 小混混想教训他 拿着陈好没啥事 自己却疼得要命 他以为遇见了怪物 鸡毛撒腿就跑 然而他的意识正病没有好 女孩的头绳掉落 他被这个味道身心吸引 于是捡起头绳 直接吃掉上面的表情 可神奇的是 他的眼前马上出现幻觉 小伙吃掉头绳上的表情 竟然产生幻觉 不仅拉来了女神 还有他的闺蜜小黄 三人一起研究外语 就在陈好想着问题时 课堂上两个女孩也发生了反应 尤其是好闺蜜 既然激动的发出声音 陈好也捂着裤子逃出教室 陈好之所以有了超能力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赞关注 在篝火晚会上 看到小爸在调戏女神 他赶紧上前阻止 眼看双方就要干起来 教练冲过去 及时把他们分开 然而小爸却不想放过他 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开着跑车 在后面不停的追赶 虽然陈好加快速度 可四个轱辘怎么跑得过两个轱辘 司机疯狂加速 下秒意外发生了 司机当场撞死 而车轮下的小伙竟然没事 他脱掉带血的衣服 身上的血迹也迅速消失 很快警方来到现场 为了逃避责任 小爸说是自己车子有问题 陈好还怕暴露超能力 也没有说出真相 小爸失去了好兄弟 一直怀恨在心 他趁着小伙出门 赶紧拿出准备好的金链子 拴住他家房子的地基 硬生生把房子拽倒 巨大的震动 把母亲摔倒在地 这是煤气泄露 女人想要逃跑 钢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下一秒竟然发生爆炸 母亲也丧身火害 等陈好赶回来 只爆出母亲的尸体 陈好悲痛欲绝 他知道肯定是小爸干的 于是悄悄跟在后面 一起来到郊外 趁着卷毛下河游泳的机会 偷偷拿走他的衣服 裤置一下扯掉布料 竟然直接吃进肚子里 然后把衣服绑在脖子上 用力轻轻移拽 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一幕积在脖子上 让人想不到的是 河里的男孩感觉呼吸困难 一年后勒得他喘不过气来 随之男孩也栽进水里 同班以为他在开玩笑 此时男孩拼命挣扎 可很快浮动越来越小 当陈好窒息倒在地上 男孩也没了反应 渐渐沉入河底 当同班把他拖到岸上 发现男孩已经领了河发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因为这几个小爸 不仅烧毁他的房子 还让母亲葬食火害 随后陈好开始疯狂地报复 课堂上小伙故意激怒小帅 想让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 可小帅本性不改 拿起强硫酸 哭齿泼在沉好脸上 瞬间被烫得血肉模糊 下一秒竟然恢复如初 可小帅却口吐白沫 脸蛋瞬间非腐蚀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而只好一点事没有 众人全都吓坏了 现在只剩小爸一人 当他们打球时 小伙溜进小爸车里 找到一个大电钻 随后吃掉小爸的衣服 竟然直接腌了下去 整得两人一脸蒙圈 接着用电钻插进膝盖 小爸痛苦倒地 番茄汁呲呲往外冒 更狠的是 竟然让电钻在腿上 不断地旋转一圈又一圈 父亲护子心切 想冲上去推倒陈豪 却不想被反弹出去 情急之下强奏勃勃勒的武器 顶在小伙脑袋上 然而陈豪丝毫不慌 还用膀胱挑衅男人 这是影片无法治愈 喜欢的朋友可以看原片 那么问题来了 你是喜欢反假的超能力 反弹一切伤害 还是喜欢吃下别人东西 就能拉入幻境的能力呢 欢迎频日去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 保姆扒开老人眼睛 竟然把200多的开水滴进去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想试探老人是不是瞎子 看他老人并没有反应 女人瞎得不知所措 因为他总觉得眼瞎的老人 其实并不是真的瞎 而是一个小变态 于是他又崴了一勺开水 低进老人挖蓝的眼睛里 女人之所以这么想 是每天晚上睡觉时 总感觉被人偷看 可打开房门 外面却什么都没有 难道自己出现了幻觉 第二天他锁上房门 可燥热的夜晚 让他怎么都睡不着 下一秒灯光熄灭 女人听到渐渐靠近的脚步声 吓得他一动不敢动 十分钟后 女人回头发现 窗户上被人捅破一个洞 随着时间的推移 窗户上有两个洞 变成五个洞 可五十平的大别墅里 只有主婆二人 如果不是老头退回他 那么又会是谁呢 没办法第二天 女人找到神父 说出自己的疑问 可神父认为他紧张过度 说老头从小就是瞎子 并看着自己长大的 女人感觉神父怪怪的 好像在隐瞒着什么 这让他烦躁不安 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试探老人是不是真的瞎 于是他让主人躺在床上 保姆把开水滴进老人眼睛里 见他并没有反抗 于是保姆又尝试了一次 难道老人真的是瞎子 可到晚上睡觉时 走廊里再次传来脚步声 女孩害怕坏了 他使劲裹紧被子 死死盯着门口 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偷看 诡异的是窗户上只有一个洞 第二天变成两个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再次试探老头 在搀扶他溜弯的时候 故意松开了手 可老人靠着多年的经验 还是能自己拐过弯来 难道头盔扯另有其人 这天晚上他又听见有动静 赶紧抽出十米长的大砍刀 紧紧握在手里 然后快速冲到门口 我的妈呀 走廊里还是空空如也 难道真的是幻觉吗 次日老人并没有异常 他用手在前面晃了晃 难道老人真的看不见吗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随时携带它看到 可每天晚上还会出现脚步声 窗户上的窟窿也越来越多 长时间的精神紧张 女人都快要疯了 晚上根本不睡觉 而是直勾勾的盯着窗户 就怕又多出一个洞 直到累得不行才闭上眼睛 然而这天晚上意外发生了 就在女人转过头时 老头静躺在他床上 眼里还发出红光 女孩害怕坏了 心脏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还好只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下一秒 外面又出现诡异的脚步声 这让安娜彻底崩溃 她提起灯楼 往老头的房间走去 此时她已经忘了恐惧 把拇指沾上口水 伸进老头的窗户上 捅开一个大窟窿 可往里看去 里面漆黑一片 可当她抬起灯楼 凑近一看 老头半夜出现在保姆床上 还瞪着玻璃球打的眼睛 女孩害怕坏了 赶紧闭上眼睛 还好一切只是幻觉 保姆为了查明真相 提着灯楼来到老人门前 可她往里看去 下一秒 开门的正是老头 还用那瞎了一百年的眼睛 死死瞪着女孩 安娜忍痛把下刀子 并高高举起灯楼 想看看老头是不是真的瞎 果然她把头凑了过来 我的妈呀 难道这些天都是她在偷窥 于是哭去捅在老头脖子上 就这样老头开心的领了盒饭 女人淡定的清理现场 煮了满满十大锅 老头只剩下一根小拇指 这是外面有人敲门 竟然是神父半夜路过 想看看眼瞎的老头 安娜说老头已经睡了 看到女人受伤 神父还是关心的进到屋里 可经过老人房间 里面经出现黑影 安娜吓出一声冷汗 老头不是死了吗 那里面的到底是谁 这是灯光忽明环 安娜愣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她请求神父不要走 诡异的事 突然又传来脚步声 安娜彻底崩溃 拼命地敲门想要逃离这里 看完故事后 你觉得到底是谁 每天半夜出现 偷看女仆睡觉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